我曾经也和你一样 每天都花十几个小时坐在电脑前剪视频 紧追病是我们的职业病 关键是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浪费在没有技术含量的 剪断 移动 复制 剪断 复制 你终于等到了人工智能时代的超级工具 ChairGPT Co-Interpractor 你只要花十分钟看完这段视频 懂得打字和复制粘贴 不用掌握任何软件 就可以合并视频 增加特效 做到画中画的效果 甚至可以搭建服务器 让AI帮我们批量处理几百上千条视频 你先要有ChairGPT Plus 如果你还没有 不用有意 赶紧买 相信我 这20美元一个月 用我的视频的方法 会给你带来超过1000美元的价值 我们先从一个相对简单的案例开始 这是两个视频 一个是小狗玩耍的 这段视频有14秒 另一个是小鸟吃东西的视频 大家注意看 第三秒到第六秒 小鸟在快速吃东西 我们把这两段视频 压缩成一个ZIP文件 在ChairGPT的Code-in-the-britter模式上传这个ZIP文件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进入Code-in-the-britter这个模式 请看我上一条视频 在对话框里 输入我们的要求 这是两段视频 请帮我把1.mp4和2.mp4这两个文件做以下的处理 把1.mp4第一秒至第四秒这部分截取下来 把2.mp4这第三秒至第六秒截取下来 这两段截取下来的视频 简直原来的25% 把这两段处理过的视频合并在一起 让我们下载 AI间解压我们的视频 然后重新描述我们的任务 开始调用Code-in-the-britter来进行处理了 这部分AI运行了好几次 花了一些时间 我就把这部分快进了 经过几个来回 AI处理完的视频 我们下载来看看效果怎么样 果然是按照我们的要求 小鸟吃东西这部分还是稍微快了一些 看来25%的慢动作还是太快了 等会我们再调整 如果我们处理稍微复杂一些的效果 直接在Code-in-the-britter里面处理 会有现实 还是这两段视频 第一段视频增加淡出的效果 第二段视频结束 增加逐渐模糊的特效 AI处理了几轮 告诉我们它们内存不够 让我们减少视频的分辨率 我同意了之后 即使减少视频的分辨率 还是不能正确处理 所以如果我们的视频比较大 特效比较多的情况下面 是不能够直接在Code-in-the-britter里面处理的 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批量处理视频呢 好 我们开始进入正题 我们在AI的提醒中 可以知道Code-in-the-britter 是调用Movie Py 这个Python库的 所以这个环境 我们是可以自己搭建的 如果你没有技术背景 也没有关系 跟着我的视频一步一步来 有了AI 没有技术背景 也可以做程序员的工作 我们要有信心 在AI时代 人人都是程序员 为了使AI 能够更准确地识别我们的要求 不要出太多的错误 我在官网上把MoviePy所有的视频和音频处理的功能描述 另存为文件 并且打包好 把这个文件上传给AI 让AI仔细阅读 我需要在Google Collapse上处理我的视频 名字为1.mp4和2.mp4 以下是我的视频处理要求 第一 截取1.mp4的0至3秒 保持原来的视频的颜色 到第三秒末的时候 冻结画面 把这张画面黑白 增加一秒的逐渐淡出的效果 这时 视频的长度是4秒 截取第二个文件 第四至第六秒 保持原来的视频的颜色 减速至原视频的20% 视频播放到最后一帧的时候 暂停画面 把这帧的画面黑白 并且增加一秒 逐渐淡出的效果 这时整个视频的长度是11秒 好 第三个 把两段视频的首尾拼接起来 处理好的视频另存 取名为.sambirds.mp4 让我们下载 把以上的需求生成Python代码 让我在Collapse上可以直接使用 大家注意了 后面这一段要求很重要 一定要加上这一段 才可以发挥co-interpreter的潜力 确保你给出的程序代码 必须要使用符合我上传的 目笔Py库中提到的函数 并且在生成代码之前 要先import对应的函数库 好 AI开始调用co-interpreter的功能 解压我们的文件 发现我们这两个文件是什么 它这里给出 在call快楼上面怎么样安装这个库 接下来 它帮我们生成这个视频的代码 我们不需要懂得看这个视频的代码 只需要懂复制三T就可以了 我们把这个代码复制 首先你需要有一个Google账号 我们输入网址 collab.research.google.com 这个就是collab的界面 我们把它新增一个no book 我们点这里 把刚才需要处理的这两个文件 这两个视频传在这里上面 然后刚才AI给了两段代码给我们 我们把它复制第一个 第一个的意思呢 就是安装这个movie.py Ctrl-V 安装 运行 点这个小箭头就是运行 加call 把第二段代码 第二段代码 我们不用管它里面写了什么东西 把它复制 粘贴 来这里 运行 好 运行这里看得出错了 是吧 没关系 我们经常都会遇到这种问题 把这个出错的信息 复制 丢给AI 告诉它 出错了 把这个付给它 请帮我更正 已经生成完了 我们继续再复制 把这个运行的错误删掉 刚才所有的代码也给它删掉 再运行 好 OK了 这次可以了 我们看到有进度条 我在这里就把视频加速了 好 OK Done 处理完成 在这里生成了一个叫 Doc and Burst Doc MP4的 我们把它下载下来 看看是不是我们需要的效果 我们播放一下 小鸟也是啊 这里是 慢了20%的 OK 成功了 再演示一个案例 我们这次来做画中画 我们增加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是小女孩在转圈 把这个视频作为主视频 把刚才我们两段动物的视频缩小 放在下面作为画中画 好 我们先把Prom写好 第一步和第二步和刚才一样的 第三步 循环播放 经过后面的测试之后 我在后面修改了这一步 第四步把步骤一和处理好的画面缩小至20% 叠加到第三步骤的视频里面 小狗的放在左下角 小鸟的放在右下角 整个视频长度应该是11秒 因为小鸟那个视频刚好是11秒 我们不需要太长 给最后保存的视频取个名字 后面都是一样的 复制这个Prom回到AI开始生成内容 全部代码生成好之后 Copy 粘贴在Collab上运行 又出错了 没关系 我们把错误信息反馈给AI 原来是3.mp4不存在 这是我的问题 我马上把这个视频补上 我们把Prom的第三步修改一下 改成第三段视频播放两次 第二次只需要前4秒 这样加起来刚好是11秒 开始生成代码 同样的复制代码 三天在Collab上运行 这次成功了 运行需要一些时间 我把视频加速了 好完成了 一共花了1分27秒 下载这个Girl Memory Dots and Birds 看看效果 好 这是我们要的效果 虽然从美学的角度上来说 这个视频的效果并不是很完美 这是一段没有经过处理的视频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没有讲话的地方 我们试着用程序把它处理一下 我们回到ChapGPT 我要处理一段带语音的视频 文件名是这样 把这个文件中间有不少没讲话的地方 请帮我把声音的部分剪掉导出视频 好 把以上的需求生成Python代码 我这里就加了一句 请注意我上传的Movie PY 这个函数库请你认真阅读 这个我们一开始已经讲过了 为什么在这里还要讲呢 我录这个视频的时候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 hold in the printer 过一段时间会忘记我们之前讲的话 我们把这个文件重新传给他 让他重新读 好 试一试 好 我们描述了不是太清楚 何时音频的强度低到没有声音 代码生成好了 我们把这个代码复制 过一段时间 如果我没有用这个 也断掉的 我们把它重新连接 在这里重新连接就可以了 可以看到我们刚才生成的文件 我们把刚才的这段视频上传到Collab 再回到ChapGPT 这里呢我在录视频的时候出错了几次 每次我都是把错误的代码丢回给ChapGPT 让它修改 为了不使我们这个视频太长 我就省略了 最后这一段代码是正确的 我们运行看看 在这里时间比较长 我就把视频加速了 我现在用的是免费的Collab CPU是比较慢的 这个文件是27.3兆 处理这个视频一共是花了2分18秒 好的 已经完成了 我们把处理完的视频放在简印上 可以看到之前没声音的地方 几乎都被处理过了 我们再来原来的视频进行比较一下 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两者之间的区别 这里列出来的是Movie PPI所有的视频和音频处理功能 可以使用我前面介绍过的方法 利用AI生成代码 剪出你自己风格的视频 我把这个所有列表的文案和视频中的演示的三个Prom 都放在这个视频的留言区了 大家拿去用就好了 如果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用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 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 我知道很多朋友看到这里就已经想了 这么麻烦 还要描述的很清楚 程序还会出错 等我想好Prom之后 我们早就用视频处理软件处理完了 你说的对 如果你只是处理几条视频 的确用简印这一类的工具 一下就可以处理完成了 但是如果批量处理100条视频呢 如果批量处理500条呢 我知道很多公司有批量处理视频的要求 比如说一些混减视频的公司 至少这种批量处理的方法 我们在粗简视频的阶段就帮我们可以减省达量的时间和人力成本 值得给大家提个醒 如果你是按照我这个视频介绍的方法来操作大批量的视频 由于处理视频非常消耗算力 使用免费版的collab会运行的很缓慢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按照自己的情况来升级硬件配置 你按照自己的需要选择合适的方案 最后再说说我们这个视频方法的局限性 第一如果要添加文字 添加文字特效 这个库是不支持的 我们需要另外安装库 限于我们这个视频的长度 这一部分的操作就省略了 第二使用google collab来处理视频 是最简单的 如果我们要处理的视频比较多 视频比较大 可以在本地的机器 或者在云服务器上配置 如果你懂配置本地的Jupyter Notebook 界面和我视频中的演示的是一样的 关于更详细的操作 如果你有需要 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 需要的人多 我会另外出一期视频给大家讲解 这次AI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是文涛五涛 记得点赞关注 我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实用的AI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